A 禁单了没 大家还好吗 不好耶 就是一个要驼背的日子这样 对啊 而且不觉得疫情好像 就是才刚爆 怎么讲啊 就是还刚爆发的感觉 可是其实已经过很久了 因为二月就爆发了嘛 对啊 好可怕哦 很可怕 然后我的业绩就还是不好 So sad 而且疫情现在也没有好转 国外的疫情没有好转 像今天很多欧洲的国家都封城 德国啊 法国啊 他们就封城 是因为秋冬到了 所以疫情又爆发 没有 因为他们就又不戴口罩啊 就后来又恢复酒吧 你可以去外面吃饭 他们就又不戴口罩 对 但大家的就是业务人生 走到Q4 因为Q4对我们来说 好像其实应该是一个 你知道 大收成的一个时间点 但 有吗 我没有 我自己是觉得 好啦 我现在就是 有些案子知道 就知道结果 但结果是好是坏就不一定 然后现在目前听到都是坏的 就是都输的 就 爱 只能仰望一些 因为年底就是政府都要把他们的预算花完 所以就仰望一些看你们撞到一些要花掉预算的政府单位这样 国外就是欧洲的标案 政府案都判定 疫情有关系吗 整个政府的预算都判定 李查雷 你的年底 我下个月有两个案子 觉得有机会 但也是一样 跟你上次讲的一样 就是 感觉有机会 可是心就选在那边 不确定 你知道我的 就是我的合作厂商直接跟我讲说 他超去我 就想说 他觉得 完标案就是这样 你过程 努力 结果就 听天 听天由命 哇 这种 这种让得失心 let go的心情 我现在还做不太 这已经是资深业务 我就是想要死的碰你 你一定要赢啊 我就是 你这几个什么资讯 给我过来 对手是谁 我都帮你 把他分析清楚 哇 你还要对你的客户信心喊话 加油 对 你们可以的 你可以的 不是因为你 丢给我 丢给我就好 我还不能解决 我听就觉得很像干话 他说 反正前面都已经都赢努力了 那剩下就听天 这个人很可怕 没办法 我已经想说 不行 你给我再拼一点 真的 听到这种话 我会觉得很可怕 你好像今天的老板 就是今天的老板 对凯莉也是这样子讲 真的假的 他对你讲吗 他说 你说 就是那个 文浩宇 他觉得 他现在 因为我现在有两个案子在run 是他老板非常有兴趣的 所以他都会走到我位置 就是 不是外国人都会说 How's your day 或是台湾人 就会说 他就是走过来 就讲那两个名字 讲那两个案子的名字 说凯莉 叉叉叉 叉叉叉 回音吧 回音 很好 然后就走掉 我还听到他跟你说 需要帮你打气吗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 很够很够 不用了谢谢 我还蛮好奇他打气的方式是什么 加油加油加油 好烂哦 来 一二三 加油加油加油 然后最后再补一句说 没有赢 唯你试问 然后再走回音室 好可怕 没有赢就从窗户跳下去 什么宫廷剧啊 他会说什么 没有赢 我们就一起手牵手去自杀 我们之前不是聊过吗 然后结果他就不跳了这样 对 对 对 飞的那 听众我们没有浮夸 他真的会讲这种话 然后我心里就想说 我才不要了 为什么我要去自杀啊 然后就 重点是理查就说 会不会就是我们跟老板 真的手牵手 站在窗边的时候 然后我们一下去 就发现老板的赏面 就还没有要跳的意思 直接晃起来 开玩笑的啦 年轻人终究还是太冲动了 然后你就在坠落的当中 看到他站在上面 然后下面有那个救生店 然后你又活过来 然后又要再一次 一切要再重来 但是大家有想过 这种业务的生活 大概会拼到几岁啊 拼到几岁哦 这个带到我们下一集的主题 就我们下一集要来聊 FIRE运动 对 Kelly解释一下 FIRE就是 Financial Independence Retire Early 中文中文直接中文版 财务自由早点退休 对 他好押韵耶 等一下 对啊 就是他的意思是 他是一个族群 一个运动 然后他就是说 其实如果你的物欲降低 你的储蓄率提高 你不需要一定要赚钱 到六十几岁再退休 对 就是你只要 能够存到 你以后每年的花费 是你总存款的四% 这是下一集可以再细讲 那这样子的话 你把钱算好 算好说你要存多少钱 你要投资多少钱 然后你每年只能花多少钱 你就可以比如说 可能38岁或40岁就退休了 甚至有些人30岁就退休了 就财务自由这样 对 回到刚刚Jarvis那问题 他说 就是业务这个职位会做多久 我觉得 如果未来还会有创业念头的话 这几乎是 就是 lifelong 对啊 lifelong 就因为你创业 基本上你就是身兼多职 你就不只是业务 你可能还要 所以你有吗 会计什么的 你说我有什么 创业梦吗 会啊 还是会想啊 因为你 我觉得不可能 做一辈子的打工仔吧 对啊 的确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不太可能 除非你在一间大公司 你做很久 可是也难保 那间公司会不会 就把你裁掉 这都是有可能 我觉得这风险最大 像我之前就听过 说法是 你以为在大公司很安全 然后就是 每天就领固定的薪水啊 然后 领年重啊 你觉得很安逸 可是其实没有 这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因为你随时都可能被裁 你不晓得 对 尤其 如果你待很久的那种年资比较多的 其实你的 对公司来讲 你的成本是最大的 那不如把你裁掉 换新的人 可是我觉得不可能 因为你刚刚说 不可能一辈子当别人的员工 但我觉得还蛮有可能的 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啊 反而创业的人 100%里面只有1%才是很成功的 就是风险来说 其实创业的风险没有比较小 应该是说 我们作为业务 我们都是比较自我意识强的人 然后我们也是挑战 目标是相较于一般人来说 还要更强 你有这种特质 你才会觉得当业务很爽 所以你才会觉得说 你不会 对你来说你不可能 但其实是对大众来说 我觉得一直当别人的员工 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 我意思是说 就是如果你年龄很大的时候 比如说你五六十岁的时候 你觉得公司还可能会聘你吗 对因为 我听到这说法是从 可能猎人头的公司 他们之前有做分析 他们就看 几岁到几岁的年龄 他们比较不好找工作 几岁到几岁的年龄 公司都不太喜欢去录用 你的意思是说 如果他五十岁突然被fire 他就找不到工作 他如果要找 他如果找一个高阶主管进来 他不会要找 他可能会想找年轻一点点 他们有他们prefer的年龄圈 如果你超过某一个岁数 其实你都很难再找工作 这样的意思应该是说 如果要创业早一点 如果你要安稳的上班 就乖乖的上班 我还是不同意 因为我觉得五六十岁 就是像以前的人 他们会说 你这个工作做久了就是你的 因为他们就是累积 一直累积 虽然一开始你会觉得 说你从小螺丝钉 爬到主管 再往上爬 好像那个累积的东西很少 但真的在一个地方 待二三十年的人 他们累积下来的东西 是可以足够他们退休 然后有一个很好的生活 那有可能就是他的目标啊 他的目标可能就是 没有要去别的地方 而且他都已经准备好了 没有我不是说他一定要创业 我是说他随时都可能被拆掉 这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这时候就要fire 但是以我认识的理查 我在想 你会想要创业 应该不是只是因为 想要降低自己的风险吧 你应该比较多是 你想要那种掌控跟支配的感觉吧 我觉得你不喜欢被限制 我觉得这是最大的点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我以为Jovie想讲说 你想要创业 你该不是想要请个大奶妹 当你助理吗 我讲得很委婉 我讲得稍微婉 我想说掌控跟支配 感觉就会请一堆什么 秘书大概三个吧 然后都要F奶 然后都要先电一下 想说你这有F奶啊 真的吗 有吗 我摸一下 来去 这应该只有E啦 那要怎么量啊 之前讲的 把他放到浴缸里 阿基里德测量法 就看水漏出来多少 然后就看那个水量是什么罩杯 那我办公室要放个浴缸呢 挺排队的 他每一次面试都要放满水这样 然后装水 然后就说进去 把奶放进去 然后就流出来 然后就 你这样只有D啊 不是要F吗 出去 你是不是被某一种A片情节 你帮我认识 这不是我要的创业好不好 这不是我的 他刚刚大歪掉欸 当然回归正题 但我还是觉得 应该说我觉得 如果你想要在一间公司做一辈子 我当然是没有意见啦 但我只是说我看到一种说法是说你 你其实你一直待在一间公司 其实你风险是很大 如果你没有自己出来当老门的话 因为你随时都不知道 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你会被裁掉啊 比如说公司就是现在 最近疫情大爆发 然后很多公司 它可能原本让得好好 现在突然 它的营收锐减 它就必须把这些人士 多余的人士把它裁掉 对 不是说你表现不好 而是说大环境如此 所以你被裁掉 对 可能也是对 而且可能也是看个性啊 真的每个人个性不一样 对对对 就回归到fire的话 应该是说你的收入不可以 都来自于你的主动收入 你应该要一半以上 来自于你的被动收入 这样你就不怕被fire 对 你即使说休息个两年 完全不上班也没事 对 这就是fire一个很大的一个点 这样 但刚才有讲到另外一个是 降低物欲 就我之前听过我朋友说 就是他有在想说 他可能工作一阵之后 他就会到那种山上 山上然后去影区这样 然后就变自己 就变自己自主这样 然后他就说 这什么啦 这too much 你就是说 其实你真的没有那么多欲望 就是你真的就是中 然后可能每天衣服 就是也都 可是台湾哪里的山 可以做这件事 他一个人上山吗 没有他之前是在中国那边 就是实习 然后在那边工作这样 然后就是可能在什么 我不知道 黄山山上吗 你们知道中国有一个YouTuber 一个女生 他都会自己 李子柒 对对对 你很想过那种生活吗 就会手做一些 自己种一些蔬果 然后做一些 他做的菜看起来很好吃 对对对 可以过那样的生活 他想当李子柒 可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开销应该会超级低吧 他超有钱欸 嗯 那我觉得很有 这样就很fire 他自己种菜自己 自己种菜自己 而且他的YouTube 好像有三亿点阅率 还是更高 他的收入很高很高 他是其实是破百万的月收 可是他还是过着这种 非常就是朴实无华的生活这样 对对 哇好赞喔 有钱跟你想的不一样 真的 真的 嗯 因为就 就是因为他有些人有研究说 反正如果你整天想住大房子 然后开Porsche 开BMW 嗯 以你这样你可能要一直工作到70岁 你才可以退休 然后心里要想什么 你就住普通的房子啊 然后吃普通的饭 自己一煮 不要每天去外面吃 不要每天喝星巴克 C.C. 然后 哎呀 哈哈哈哈哈哈 他应该一个礼拜喝一次而已 然后 哈哈哈哈 然后也不要就是想着说 要参加一道有的没俱乐部这样 你可能就40岁就可以退休了 我没有我都在家 哈哈 这倒是真的 欸我觉得如果我退休了 我应该就是 真的会把自己关在家里 欸我觉得你会与世隔绝 我就先隔绝一阵子这样 我觉得会联络不到Jarvis 对 你知道过了10年 我们逼他说一定要就是聚会 他才终于出来 我可能会 他会回吗 我可能就是年底的时候会回你们年初的讯息 这样 哈哈哈哈 你要滑到很上面欸 哈哈哈哈 好啦所以今天闲聊完 下一次我们会再聊更多Fire相关的议题 跟我们自己的看法 但今天其实很重要的正题是 我们今天就是职场的 矛盾 中极选择 矛盾大对决 嗯 多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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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来跟大家分享很多 其实我们在职场上面看到可能有点矛盾的 不管是文化或是个人的选择啊 就是你们自己的看法会是什么 嗯 所以一个最经典的矛盾大对决就是 在家工作 或者是到办公室里面工作 我喜欢到办公室 我也是 嗯 啊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有人陪我的感觉 就我觉得整个办公室满满的都是人 然后跟我做一样的事 我比较有动力 然后也比较有斗志 而且还有人陪我聊天 那如果在家里 然后开着视讯 大家工作呢 不行 没有面对面那种感觉 对啊 而且就没有人一起吃饭啊 一起讲屁话那种感觉 你还是听得到啊 视讯你还是听得到 不行 不行 没有那个physical的啊 你听不到旁边的人在稀稀疏疏 还是 平常就是这种感觉 平常我们对他来讲 其实是视讯吗 就觉得有萤幕在旁边啊 他把我们静音 所以他看到我们就是一直这样 所以你完全是因为有人可以跟你互动 你觉得这是一个是舒压 对 而且我觉得我比较容易懒散或是 所以如果我都在家里 也没有人盯着我 我觉得我可能就 那个斗志会降低 你不是任务某凯莉吗 但是如果没有人在旁边 你的任务某很容易降低啊 就像是 你喜欢有那种竞争感 就是比如说 Jarvis在那边爆扣 喂 喂 张兄 对对对 就像班上有人 一直都在那边考九十几分 你就觉得好 那我要努力 可是没有人考九十几分 大家都考七十几 你就觉得 那我八十几好像也不错 那如果老师在前面骂 就放老板的 播的声音这样 你说 就在家里 然后就说 Kelly 那蛮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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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宁愿去办东室给他妈 好可怕喔 你刚刚声音学得好像喔 你闹钟可以叫 Kelly 你先起床 我保证你不会在那一床 对啊 你案子会赢吗 吓死欸 要不要我给你打气 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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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敢睡觉欸 这不敢睡觉欸 太可怕 李察勒 我 我其实我比较喜欢在家工作 喔 为什么 我如果说 呃在家工作 因为对我来讲 在家就是一个 我想要休息我就休息 我想工作我就工作 嗯 对我 我倒是没有一定要有同事之间的 聊天或打哈哈 我觉得还好 嗯 对因为我觉得 我可以自己控制我的时间 然后当我真的很累的时候 我想趴一下我就趴一下 嗯 可是在公司我有一种压力 就是我今天很累 可是我不能趴 哈哈哈哈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如果要休息 我可能要想办法休息 可是 我没办法直接 就躺在床上休息一下 然后再起来再报扣扣扣一下 哪里咯嘞 可是你真的自己在 可是你睡一下 会不会就从两点直接睡到五点 对啊 我会啊 我就只想要自我调试 而且你不是睡过 然后被人家摇醒吗 喔 有有 在我刚进来公司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 地震呢 我自己jumps out的时候 因为我已经准备差不多 我想说好累 我就趴一下 结果就被摇醒 就被摇醒 就说哎 立查立查 醒来了 地震了 然后我就 谁是 可是是 就是其他的 资深的业 资深的业 资深主管 把他摇醒这样 对 好 不是这个题外话 但是如果我 我会想要去公司的原因 有一个最大的原因是 我可以直接跟RD 或是其他出货部门 去沟通这样 因为他们就在公司 比较好聊嘛 因为毕竟有时候用LINE啊 或是打电话 都很慢的感觉 对对对 对这也是原因之一 很难窜哎 事情很难窜在一起 到公司的好处 我觉得就是很快 就可以窜到所有的部门 我想找谁 我就直接去找他 嗯 对对对 嗯 确实有时候在外面的话 就是打电话 我要打电话总机 然后跟同学讲说 我是Jarvis 我要找那个谁谁谁谁 然后再帮你转这样 而且因为我们公司 没有一个 专属于我们公司的聊天室 嗯 就是你要找人 除非你平常跟他交情好 你有他的LINE 嗯 不然就只能打分机 嗯 没有其他可以打字的 联络的方式 你传LINE他不一定会啊 对啊 真的 他就是假装没看到 而且我这礼拜三 就上午就 就是肚子痛在家里 可是客人还是打给我 要处理出货的事 然后我就用我的手机 打给分机 然后我的猫在旁边 我的猫就 喵 他们听到 对就出卖我 然后说我要找那谁谁 然后转过去 然后他就 喵喵喵 记到人应该傻眼吧 就如果你这时候 是请公假的话 你就被抓包 我不会这样啊 但是就会被想 就很尴尬 但我还是喜欢在公司 嗯 我会觉得 因为我是 我好像有任务梦 就是我在公司 我不会想睡觉 嗯 不管怎么样 我都不会想睡觉 嗯 那我们很不疑 那Jarvis 我也是 我其实也是想要到办公室 但我的理由是 我有时候自己在家里 待太久 然后没有看到 就是其他人 特别是上班时间 工作时间 我就觉得很慌 就会有一种觉得 好像全世界都在努力 只有我一个人 在家里耍飞 对对对对 这种压力感会很大 会有一种 自己的世界停止运转 对 可是其他人 其实都还很努力 这个世界还都在运行当中 然后只有我一个人 在这边停滞不前的感觉 这种想法压力很大 对 所以我一定要到外面 接触到人类 然后跟这个世界 连接上了之后 我就会发现 好 我其实也在世界的运行当中 那我问你 假设你请公假 你休个七天 那你会有这种压力吗 说完了我休假七天 大家还在努力这样 我会 我会 而且我其实到 我休特休 就是那种 可能礼拜一 或是什么 就是大家是工作时间 我特休 我其实没有办法 很尽兴地放松 我也没办法 我也是 所以我几乎不请特休 除非我那天真的 头太痛起不来 然后我也只请早上 我不想请一整天 等一下 所以你们意思就是说 你们三个在请特休的时候 其实你们心里 还是很大的压力 很大压力啊 所以我没事不请特休的 一定是头很痛 我才会请特休 那你要出去玩呢 我不会出去玩请特休 我从来没有 因为出去玩请过特休 我有跟我女朋友去玩 然后请特休 可是那一天就玩得很不开心 因为你的line讯息会一直跳 你客人还是会找你 还是什么的 所以你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在运转当中 然后有些事要找FAE 有些事情要找PM 哇 对 很乱 那好 这样让我想到我们上一集聊了 work life balance的部分 那你们这样 这样就没办法切开 没有 可是我真的没有 因为出去玩请过 我都是排礼拜六礼拜天 我不会排超过 我是有因为连假请过一天 但其实那天我都爱工作 就我回台南了 我还是在工作 我也是 我如果 如果 像假设 我如果三点去拜访客人 那拜访完客人 可能五点了嘛 那如果回公司已经六点了 所以我干脆不回公司了 我干脆 待在客户旁边的 公司旁边的咖啡厅 可是我也不会想提早回家 我没有办法 我就一定要觉得我应该工作到六点或六点半 然后电脑才可以关上 就把该处理的事情都要处理完 对对对对 但我的论点是 我如果那一天请特休 然后事情就一直ongoing 但是我就故意去忽视他 我会更痛苦 对 所以我觉得我会更烦 所以我就反而处理他会比较安心 如果是以这种状况的话 我会跟他 如果说他看他多急 还有他的处理的复杂度 如果他很快就可以处理 我会直接把他处理掉 可是如果有点复杂 我会说那你可以等我 哪一天休假回来 我再帮你处理掉 我觉得这样也是可以啦 就是有沟通清楚 而不是说完全不回他 让他觉得你怎么不回我 这样 对因为对我来讲 如果我要达到我自己的 work life balance的标准的话 我不可能我请公假的时候 我还一直想工作的事情 那会真的很痛苦 对万一你是跟你的 比如说家人啊 或是你的情人出去旅游 结果你还一直想工作 其实我觉得 那你不如就不要请假了 真的真的 对啊 因为你请了 对方就觉得说 你要好好陪我啊 结果你还在那边 喂 那个案子 而且自己其实会很不开心 对 会影响对方的情绪 因为你要打开电脑 你要帮他查价格 然后结果这案子 不好意思 这案子好像不会成 那你 就是你最后知道 这案子可能不会成 那怎么办 对但我真的想说 就是这也是我一个观察 就我发现 其实国外的客人 大部分比较能够尊重 你休假的时间 没错 因为他们自己也都是这样 他们如果 他们一次休假都很长 都十天十几天 欧洲的都是 然后六周吧 对 而且他都是直接不回你 然后跟你说 就那种自动系统回信 说他在休假 所以你跟他说 你take a day off 或者是你现在 national holiday 他就会 对他就说 OK你就enjoy your holiday 然后台湾人就会说 可是你就是 这个要给我啊 不然我这样要怎么那个 来不及了 要出货 要验收 要验收 你这样子害我罚钱 我完全懂 欧洲人放假 都是放一整个寒假 就是一个月联系不到他 就很正常 我也还没有 还在玩 而且他会觉得你很怪 就是我已经说 我在放假了 你还一直吵我 凯莉之前不是有个客人 就是他要求你在端午 廉假的时候 要派FAE 到现场去解他的问题 那个真的超级夸张 而且那时候我人在墾丁 所以那整趟墾丁行 我都玩得非常不开心 而且是一大群人 就整个都玩得很不开心 然后我又不想让他们气氛不好 所以我又不敢在他们面前不开心 好累喔 对我就讲电话还要偷偷说 我去上个厕所 然后去讲电话 所以你在肯尼海边穿笔基尼的时候 其实你心里想的是 对 在那边拍美照 在那边凹背 然后其实心里想说 感没办法验收了 好啦 还是把照片传给客人看 我再肯定好不好 原谅我 然后凹背 请一下请一下 很可怕 可是我们公司的人也都没请假 有啦 怎么没有 就是不会有人请 一个礼拜不见啊 贵司有那么硬吗 肯定是有请 怎么没有 还是有啦 有啦 一个礼拜不见人影的 没有吧 我那时候去泰国 我就一个礼拜 好啦 因为今年疫情啦 所以也没有人会请一个礼拜 对啊 好啦 那下一个的话就是 这样在公司里面 你比较喜欢那种 规则明确的氛围 还是自由 就是大家很奔放自主 奔放 可是这样有举例吗 有没有什么定义 你的规则很严谨 你可不可以举个例子 譬如说 几点要打卡 对 然后可能超过一定的时间 就算迟到 迟到就要扣半信 或这种 或者是 你要完成这一个任务 你就是要先经过 什么什么什么 谁谁谁的签盒 如果没有经过这个签盒 就不准 然后有些公司我还听过 就是要送公文 所以公文要送到那个部门 那个部门有签了 才可以到另一个部门 有完整的SOP的这种 不是我请假 我可能要三天前就请好 对 是是是是 或者是自由 自由就是 对就是 比较没有这样子的规则 对 不用说了 我就是选自由派的好不好 我也是自由派的 真的 但我觉得这其实各有优缺 因为这样乍听起来 大家一定都会觉得 制度的那个很烂 可是其实各有优缺 那我觉得优缺 优点就是在那个制度很明确的 公司的优点 应该会是 你如果个性是比较保守 你不想承担事情的人 会 或者是 因为这个事情 它一定是层层分明嘛 然后有比较多阶级 那 它做的所有事情 一定都要写工单 那一定都需要表单 然后一层一层 什么课掌啊 什么掌什么掌 这样切上去 所以一定 如果你有犯什么错误 其实中间会有人 发掘到 对 会有人挡下来 你不用自己扛 因为比较自由的公司 一定是层级也比较少 那也比较没有 SOP可以去遵循 那这时候 你犯 你做的事情 其实大家都会让你去做 可是你一犯错 你就要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 对 我觉得这是 就是各有有趣 但是我们几个个性 应该都比较喜欢自由的 但我觉得刚凯莉讲的那种状况 我觉得 到后来可能会流于形式 你知道吗 就是你虽然那么多层 可是其实 它搞不好还是会出错 就是说还是会出错 那最后要找个戴罪高养 都有可能 所以我就觉得 与其这样 那不如 大家都聪明一点 大家都来 既然在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 大家就要担责任 面试的时候要智商测验 对 但我有另外一个论点是 我觉得 以现在的我来说 会选自由 但我曾经在 之前的实习经验里面 是在那种新创公司 就品牌顾问公司 那就是他非常的自由 但因为他的自由原因 是因为每个人都非常的强 就他们都能够自己独立作业 完成任务什么的 所以当你今天还是一个 没有经验的菜鸟 或是你对这个产业 还不熟悉的时候 你没有规则 可以follow 而那些 就是那些资深的人 他也没办法手把手的教你 因为你们的程度 差太多了 就像他可能 就他真的没有办法教你 他可能这些都觉得 已经很基本了 就他没有办法带你的时候 其实没有一个规则 可以follow 对新仙来说 是蛮痛苦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觉得 我自己就是 每天进来就是心碎小偷这样 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对 所以我觉得这也蛮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你的自由是based on 你的目标非常明确 比如说我们公司 是非常自由的公司 但是我们目标很明确 就是你这个业务业绩要好 然后其他比如说PMFAE 什么你要把案子赢掉 那就是很明确的目标 当很明确的目标 在那边的时候 大家其实有很明确的道路 要在这个自由的环境里面去行走 而不会乱掉 可是我觉得有些公司 表明着 就是他打着自由的口号 他喜欢说自己是 爱好自由的公司 可是当他的目标 其实只是想要讨好股东 或是当他的目标 只是要做出一些 没有什么意义的数字的时候 那这个自由就是 很没有意义的自由了 就是其实都是乱了脚步 然后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公司策略想改就改 然后造成大家的混乱 等一下你讲的有点太明确 明确到我觉得明好中 有一个 是有故事 我觉得听众自己 这只能议会人把我言传 满强的怒火无法发泄啊 对 但是我非常喜欢我现在的公司 我现在是说真的 我觉得刚那个Jarvis讲那个我觉得 其实我还 我觉得我蛮同意你刚刚讲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讲的那种情形 就很像是新鲜人刚出来的时候 他需要有一套规则 他可以去依循 然后他知道说他的每一步应该怎么做 有点像在渣码步打 对 基本功 对 基本功要先打好 那我们说的 如果要到自由的话 可能是他已经 内力已经够了 那接下来可以自己去闯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 那么多这种形式上 然后或者一层一层去问 因为他已经可以自己去单枪匹马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省去这一切的流程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分阶段 就如果是新鲜人刚出来的话 也许像这样的 大公司有制度的 你比较知道正确的流程是什么 那等到你真的实力够的时候 你反而就可以 因为这个 每一件事情的流程你都很懂 你这个就让我想到很多人都会说 进大公司学的是制度 进小公司 进小公司学的是经验 哦 真的有这句话 对对对对 你的想象就是我们如果 就是刚开始入职 Jumpstar的时候 然后超自由 没人管我们 没有然后就丢给你 就是user manual 自己看哦 没有Jumpstar就直接上 然后就是你自己 自己读完了开始投稿 然后没业绩就骂爆你 有业绩就不错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抓业绩 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抓业绩 有业绩就填爆你 好奇怪哦 好奇怪哦 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每天只要去两个小时这样 这样好像也就 这样也不行啦 这样也不行 我觉得很重要是要有一定的 我觉得公司定下一定的原则 让员工可以去遵循也蛮重要的 嗯 我觉得我们老板这个做得很好 嗯 他让我们非常清楚知道 他的原则跟要我们做什么 那至于方法我们自己去找 嗯 没有一定要什么方式这样 对 CC觉得呢 因为我以前就是实习的公司 就是一个 呃 非常制度非常明确的公司 明确到我发每一封信 就是我的mentor都要一个字一个字看 恳请 好疯哦 好疯哦 合准 这种一个字 凡请 少一个逗号 就是很 Oh my God 好疯哦 就是我我实习 我作为实习生 我打错一个字 可能就会引发一个什么政治斗争 或是有什么不礼貌的意图 好可怕哦 就是你要革命才敢打这种字 这样 对但我都觉得 我都不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目的每天就是发完 打完那封信请他看 但有时候我都觉得说 那他在帮我看的时候 他其实是不是自己做完就好了 那要我干嘛 就是我那个实习让我觉得 就是我不适合 就是not my type 就是你迟到五分钟就开始扣心 HR就说你记得要干嘛干嘛干嘛 就一切都都照着制度走 就是有一个非常明确 然后每个人的身份就是 一个阶级就是分得很清楚这样子 这真的是螺丝钉的角色 对啊 你一个螺丝跑掉就骂爆你这样 而且你主管很micro management 对 很可怕 对 这个我后面再讲 因为他就是到那个气氛那边 对这我后面再提 但我现在很喜欢我现在的公司 你们两个时候很害怕 等一下我们真的不是虚伪的讲 是认真 是真的 因为像有时候我们如果太累 或者是 就是头痛可能上午请假 我们两个都带领来写对方 对啊 然后真的到公司来说 干你早餐还没来哦 等一下 等一下最好公司的人听到会做何感想 没有我们会请病假或特休啊 对我们不是请公假出去玩 我们不会假装 对啊 我知道可是代理人不是互相写对方 这样等于没有代理人 对对对对 就是老板在签 然后说 诶 他们两个是出去玩吗 对啊 哈哈哈 而且还没揪好这样子 超白目 超白目 那我们该做的事都会做 对 好啦这样逼的我也要讲一下 我是一个我也很爱我们的公司 哈哈哈 好下一题下一题 大家 我也很爱我公司 哈哈哈 压力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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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压力很大 好啦 其实刚才Sisi有讲到一个就是 制度跟千层跟阶级很明确 所以另外一个极端的两个矛盾 就是你喜欢那种阶级明确的公司 还是说很便评 学级明确可能这种 学长学弟制 学姐学妹 协理下来 然后什么副理啊 经理啊 经理啊一层一层 对对对 这个我倒是觉得没差 我觉得还好 我觉得如果他 有很多的职称 但是是一个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 是一个自由的公司 那我觉得也没有关系 我觉得他是一个 其实不能说好不好 应该是说你适合哪一种 因为很多时候 公司建立这种 很阶级分明 或者是制度非常完整的 情况是一种 必经之路 因为他公司就是 发展到几万人 他怎么可能扁平 那扁平他要怎么做决策 所以这就是 企业的僵固化 就是他没办法去 做到照顾到每一个人 但是他要确保 当有一个人 离开位置的时候 这个制度是可以 这个制度是可以 做出决策的 就是虽然有点像是 大家都要承担责任 非常浪费时间 但是这个对 这个大企业来说是最好的 一定有可以 比较好的做法 因为他并不是两个极端 他是一个光谱 但是我觉得就是 在我以前待的公司 我觉得那个公司 不可能扁平 我觉得他那样子是对的 他必须得那样子做 不然的话 就会实义生乱发信 然后这个事业部 炒到那个事业部 就可能就一发不可收拾 就牵扯到 好几万个员工的生活 那这样就不对 而且可能跟产业也有关系 你如果现在是一个软体 网路资讯业 其实阶级就比较没有那么重要 可是如果这个产业是比较传产 有产线的这种产业 我觉得就是真的需要阶级 来一层去把管理层 这样子 然后互相 部门互相制衡这样子 我有朋友之前是在苹果 就在上海Apple做HR 然后他说 就他们也是那种阶级 很明确的 所以他都会去算 他网上几阶会到Tim Cook 对就是大概 几阶 我忘了 在六七吧 然后可是苹果这个公司 他虽然就是阶层很明确 可是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是不会很 就比较不会管了 当然这是我朋友的描述 就他们在做决定的时候 是有他们自己的会议制度 或者是他们觉得 决定事情的方式 不一定是上面的人说的算 他们还是会有其他的人 来做一个 Decision Making的System 所以就是阶级不代表 阶级多不代表这公司 一定很管理 讲料 讲话这样 我觉得理想情况 大概是这样 但是我觉得通常来讲 阶级多通常都很容易 被人很管理 通常是这样 而且我觉得 其实我原本也是很同意凯莉 就是我觉得 是不是有那么多 就是有那么严重的学长学弟制 或是扁评 我个人是觉得没什么差别 我觉得差别就在于说 他就算有分那么多集好了 分那么多阶级 那是不是每个阶级的人都 很有实力 对 他在那个位置 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做出一个 对的决定 或是你信的福的决定 如果他没办法 那你在最底下的人 你还是觉得很 就是很烦啊 我也不知道 受不了以老卖老的那种 对 我觉得一老卖老 这我不太能接受 没实力的人 这样 对 而且这也是其实 阶级很明确的公司 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跟的主管是谁 会很容易影响到 你在这间公司的经验 对 所以你可能同样是 这个品牌 或这个公司底下 可是你的主管不同人 你就会有完全不一样 对这个公司的评价 对 真的 有时候你在这边是天堂 然后隔壁就是地狱 然后其实就只是 走个一秒钟会到的地方 这真的是非常重要 你跟对了自己的主管 或是跟对自己的老板 我觉得都比 选公司来重要 没错 这边幸福气 那边阿修罗长 对 真的很可怕 对 我之前看过一篇文章说 30岁之前 看的不是你做了什么工作 而是你跟了什么人 真的 所以各位听众 如果有些是新鲜人 然后在找工作 真的 不要只是看公司 你要看说 你可以问一下说 你未来主管 对 未来主管 会是谁 是的 对啊 因为大家都说你 大家的前两份工作 都会奠定你 未来你的工作方式 跟你工作的价值观 对 会烙印你的脑海最深 这样子 现在烙印很深了 是不是 我有一个看法 我有一个看法是 我觉得新鲜人到大公司 可以学制度没错 但有一点是 很容易会消磨你的自信心 自信吗 对 因为 我自己啦 我自己来说 我在大公司的时候 自信心是我最低的时候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你没有价值啊 你做什么事 你都没有自己的声音 所以你只照一个形式去做 对 你永远都是小螺丝钉 那因为你的 可能因为你太心 我要怎么讲啊 我并没有觉得我很厉害 所以我刚进去 大家就要听得到我的声音 但我的意思是说 我觉得我就算在那里待一年 也不会有人听得到我的声音 你可能待十年 才有大家听好 对对 我可能要待个五年 十年爬了三阶四阶 我才有do something 或是我跟这个公司 有什么关系 的那种感觉 我同意耶 我同意 但对 而且有时候又 你知道公司比较大 你就跟错人了 然后就觉得 感觉又有故事要说啦 我觉得刚刚CC讲的那个点 让我想到 就是很多层 就是很多阶级的 跟扁平的好处 因为你在扁平 他因为他的位阶比较扁平 所以相对你讲话的声音 也就比较容易被听到 没有 但是阶级很多的公司 不一定官僚 很扁平的公司 不一定自由 对 扁平的公司很容易 当一个公司人很多 但是又很扁平的时候 很容易很官僚 有故事 因为你一跳上去 你的阶级 就是变很高的阶级了嘛 所以就 开始很多马屁精出现 而且你这时候 当你这个产业 看的并不是一个 你的 不是一个实际的业绩 你知道吗 是一个 什么 看的是财报 看的是一些数字 一些网络的流量 的时候 其实 这些东西就变成是一个 团体的表现 一个你个人的特质 你个人的特色 所以这时候 你这个人得不得主管喜爱 你会不会讲话 你会不会 很会做事表现给别人看 你很容易就上了一集 那这一集就是很大一集了这样 对 所以很危险 我刚刚讲那个的重点是 我是希望如果有新鲜人 现在在大公司 然后在当小螺丝丁 我觉得很好 那同时我只是想提醒他们 不要没有自信 就是你不要让你这份工作 觉得你的能力好像变差 你把你现在的过程 都当作是一种好的 但是是往你原本的价值往上加 对 你不要因为跟错主管 或者是别人对你情绪勒索 或说你 或是受的点伤 就觉得你是不是以后 就只能当这种小螺丝丁 对 如果你做工作做到这样 这么灰心 觉得自己很废的话 那就是你跟错人 这个人不会带你 我觉得那很大是主管的责任 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全新的新鲜人的话 但我想补充一点是 我觉得像是你刚刚讲说 自己会没自信 因为你觉得你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都很 没有意义 对没有意义 或是没有那么重要 我觉得这也是在选工作的时候 我个人会考量一个点 就是我希望我在这间公司是重要的 对 对 就是说就算我是新人好了 我也希望我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 然后是可以帮助到公司 然后上头也看得到我的努力 比如说好 以我们现在在公司 如果我们真的拿到一个很大的案子 或是 以前有一些客户我们原本没有engage到 然后后来接触到 我们把他拿下来了 那老板都看得到 那我觉得这样就是很好一件事情 我不是只是 客人来问 然后我就报价 客人来问我报价 而是我真的做出了一件事情 然后他是看得到的 对 我就会觉得自己有价值 那我就会想要再继续努力 再继续学习 可是如果 我always做的事情都只是 很 无所谓的一些 回一些固定的email 我就觉得 这不是我想要的 工作 样子 对 我有想过 如果 因为我原本是实习生 所以本来实习生 就做不了什么重要的事 所以我有客观的想过 我的这个想法 有没有正确 所以我就假设 我自己在现在这间公司实习 那其实我也在做 没有很重要的事 但我会不会有这种感觉 但我想完是 我觉得不会 因为我可以看得到 很年轻的业务 在做很棒的事 在做很酷 或者是很有挑战性的事 但我在之前那份工作 我只看得到 年纪很大的人 在做这些事 然后还有年纪更大的人 还是继续当螺丝钉 没有未来的感觉 对 好可怕 你看有点黑暗 但就是看个人适合什么 但就是这份经验 让我觉得 Sales或者是我可以 试试看的一份工作 没错 是的 那我们就要进到 下一个 Jojino选择了 好 下一个是 那大家喜欢 就是以团体为 单位的目标 岛上的公司制度 还是自己 就是单打独斗 我觉得可能 这个可能有分产 有分产业 因为一般 一般像我们这种 科技电子业 不太会是以团体 为目标 比较会是个人业务 业绩为目标这样 那我现在 因为跟以前的工作 相比起来 我之前的工作 也是团体的业绩目标 所以现在相较起来 我是比较喜欢现在的 这种个人业绩目标 因为目标比较明确 我就知道我要做什么 我应该为什么而拼 然后 真的有这个数字进来的时候 都是 我就觉得是我打造的这样 比较有成就感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团体 对 然后我觉得 我觉得在科技 还是有团体型的 比如他们是分某个区域 比如我专门做北欧这个区域 或是我专门做台湾 那可能有人是北部 有人是中部 有人是南部 可是我们是一个team 我们都是台湾team 那我们要把台湾的数字 把它做起来 那全部做起来 我们就是一起share一个奖金 类似这种概念 对对对 有一些是这样 对 那他有分区域的时候 你就可以 你就不是彼此竞争 你是彼此co-work 你中部的业绩起来了 对我也有好处 那种感觉 对 我想 我看到的是这样 就是有些公司 他分区域 就是为了让业务 比较恶性竞争 然后 然后他的奖金也是算 就是你整个区域的业绩 如果有成长的话 那奖金当然就是 大家一起share 可是这样会不会 就变成是一种 就是 假设就是 就是有点共产制度这样 对 我刚刚就在想这个 就有些人超拼 然后借机超好 有些人每天在那边 然后大家就靠那个人 然后大家就觉得 好像我也不用很努力 也没关系 这种特殊状况 那上头一定 主管一定会看掉 那如果有这种 搭便车一定会把他火掉 他一定会 单个区域去review 所以我倒觉得 这个只是管理上的问题 OK 像我朋友就是这样 他们在日商 就是当业务 那可是我个人就比较不倾向这样 因为他就会变成说 他在里面做的都比较是一些行政上 协助资深业务的事情 通常订单不会从他这边来 那通常 因为他们的公司是比较像是电子零组件 或者是半导体的元件 所以他们不像我们是做solution 一定要去开发 他们的陌生开发是 他们要有一个部门 先帮他们做滴滴 就是先做那个 尽责清查嘛 就是先查过这个公司的还款能力 这个公司有没有能力买这些东西 他们才会去开发 对 所以他们一个订单可能就是 好几亿这样子下来 就比较是固定订单那种 那我就问他说 那你要review吗 他说不用 他说是主管review 那你要做什么 他说 就是看一些资料啊 然后协助这样子 然后要做一些报告 分析报告数据 他比较像inside sales的那种感觉 就是他是对内的 然后管理库存跟出货啊 比较开发 比较不是他主要的 因为他们就是team 然后就是 一季的业绩多少 大家就去分这样子 然后看年资的比重来分 但我觉得像这种 你们这种公司 你朋友这公司应该是比较大 所以他植物分的比较细 对 可是还是有 或是像有一些代理商也是这样 会分成很多不同的职务 对啊 像sales又不是sales 才有专门BD的啊 对对对对 inside sales 然后有一些就专门管库存的 专门回进度的 嗯 我自己也比较喜欢个人 就是 我觉得跟凯也比较像 就是这个业绩 是我打下来的这种成就感 对 然后就是那种团队的感觉 我觉得 就是 也是我们之前在聊的 就是譬如说 可能一个team里面 譬如说有PM啊 有RD啊 有FAE啊 有sales啊 有其他人 然后一起去把这个案子给赢下来 可是这种感觉 我觉得 我不会觉得它是一个 我比较没有那种团队感 我比较像是大家各私其职 你们把该做的事情 都全部都做好 然后我们也把我们该做的事情做好 然后把这个案子给赢下来 可是没有那种 我觉得比较没有那种团队感啊 对 没有那种球队那种 你守那边 我守那边 然后我们要把敌人的攻击 给防守住那种感觉 但我觉得 可能这个例子要分 就是说 因为我刚刚 比如说如果我讲的是分区域的sales 不同区域的sales 大家一起努力 跟你这种状况是 是你一个案子有不同部门的人一起support你 对 我觉得那个感觉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对对 那个真的比较像Jarvis刚刚讲 就是这是各私其职 然后我们一起讨论 然后把这件事情做好 因为你一个案子要赢 肯定是有不同部门要协助你 他们本来就要各私其职啊 本来就是各自有各自的专业 如果是那种 应该说如果以定义来讲 它是看整个区域的业绩的时候是 比如说你是北区的业务 我是中区的 你不会想跟我竞争你知道吗 如果我的业绩上来 你的奖金会变多 你应该会想帮我吧 不会吗 我要挤业绩好啊 我觉得我们被我们现在的公司 置物讲话 所以我这样就觉得 我不想我刚好帮你啊 我刚好帮你啊 我自己业绩要好啊 所以我意思是说 那是在不同公司 他的模式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模式嘛 那你可能偏好是你个人 然后跟 没办法 对 我现在在这个 已经被那个 我在这个状态被设定了 因为外面很多是走这种模式 只是刚好贵司 这蛮特别的 贵司特别啦 这什么 业务 关枪的对话 因为我读这个题目 我原本也以为 就是团队是刚刚Javis讲的 就是PMFAE的这种 那那时候我当然也是要这种啊 就是我会很安心 就是我是业务往前冲 然后订单往后丢 然后继续往前冲 这团队应该是指业绩是一起计算的 对对对 我们的差異就在于 我不觉得这样是一种团队 可是你觉得这样可以是一个团队 对因为我实际上就是这样的run的 对啊 像在我前公司也是 我们基本上要一起去做业绩 一起做报告啊 一起去present 也都是整个team一起出现这样子 对啊 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什么时候自己做 然后真的做得好 功劳我自己拿这样 就觉得干你们屁事 老娘超强 对 可是你不觉得一个人的能力还是有限吗 比如说你要技术 你要比真的是RD的还要懂 那当然要去问他啦 你不是说要分开吗 对啊 如果你要分开就讲 那当然要问他 那个就不一样啦 那就不是团队啦 就是我们充分展现我们的业务力 但后面的东西就让他们去 对对对 好 yes 好那最后一题就是 你喜欢公司的氛围是 我们是一家人 就是我爱你 你爱我 我们一起加油 还是那种 我们就是利益关系 就同事 利益关系一头一票 me too 利益关系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这种很容易沦为一个口号 然后其实大家感情 你说有真的很好吗 其实我觉得也还好 那有时候其实 表面上一家人 私底下也是暗淘汹涌 名争暗斗的 我觉得是 对啊 上班是同事 下班不认识 对 真的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 那我觉得感情好的 自己私底下约嘛 一定会有感情好的公司 的同事 像Netflix 他的就是 他主打的就是 我们不是一家人 他的书的 前面就说 We are not a family 对 我们是来工作 我们是要来创造业绩的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 很可怕的制度 是每年会 fire掉最后10%的员工 对 就以这种竞争的方式去 但他们也给非常高的报酬 跟非常好的福利 对 而且完全不打卡 完全不care 你在哪里 就自由到极致 然后责任也大到极致 对对对 但是报酬 报酬也高到极致 哇 蛮爽的 他就是只准许天才 跟适合Netflix的人 躲在公司里面 对 我觉得我这样听下来 我也会想投 就是我们只是利益关系一票 可是我觉得 Netflix是有点太极端了 对啊 Netflix真的是 那真的就是冲天才 我觉得才可以待在里面 对 因为这么高压 然后真的是 就是真的是搭单枪屁马 然后这样冲 如果你真的是突然落后 或你哪天生个病 然后你突然就是脑袋 就转得没有很快 那你就直接被弄掉 就被let go这样 不管你待多久 对啊 所以他的书里面 就很自豪的讲说 因为他本来是DVD的主界嘛 跟那个blockbuster是一样的 对 所以他就很自豪 就是因为他们公司 这样子的制度 才可以让他们 从这种blockbuster 都已经被淘汰了 他还可以转成串流一个平台 然后变成最大的平台 这样子 就真的是蛮屌 可是 这我其实我也觉得不行 因为我也没那么厉害 这是一个传奇啦 对对对 但很难 那像比如说 Google 在大家心里 应该也是那种新创公司嘛 就是也是那种压力很大的 新创公司 但是听说他们也是 我觉得公司 就像刚CC讲的 就是公司 越来越大之后 那个制度也会越来越的 越来越明确 对 然后他们 Google好像比较偏向是 We are a family 那种感觉 就是 他给你review的时候 也会很nice 生家妈妈说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改进 我们可以教你 什么之类的 然后就 就 我有认识一个朋友 在Google上班 那他就觉得他这样 他就觉得很废 他喜欢Netflix那种感觉 嗯 他说他觉得 我做不好 你就骂我啊 你就是批评我 那我觉得 别人做不好 我就是批评他 为什么 因为他被警告说 不可以批评别人 因为他太喜欢 真的假的 他太喜欢写信骂别人了 就说我觉得 你做事这样 方法很烂啊 什么动作很慢 然后他被警告说 你讲话不可以这样 就是你讲话要慢慢好好讲 他就觉得很不爽 后来他就走了 你让我想要 我们在看Netflix那篇文章的时候 他里面有讲说 他说 为什么我们不是一家人 因为家人只会就是容忍 就是不断的包容你 不断容忍你犯错 嗯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到 在职场上 其实这一点真的是 我觉得个人是觉得不太好 嗯 就你有问题 你有出trouble 其实你应该讲出来 嗯 那只是说你态度上 可能礼貌一点 可是这个问题还是要被点出来 你不能一直被包容 嗯 对因为包容你 你就 你就是会被宠坏 那还不如就是 有时候要严厉一点 就说你这个做错 你要麻烦改进 庸化他这样 嗯 真的真的 有痛苦你才会成长 就有演化论的感觉吧 就竞争才能 就是你知道 进步吗 没错 或是蛻变这样 没错 对啊 我之前就是在呃 就曾经有就在大学的时候 社团经验跟一个公司有接触 然后那个公司就是一个新创公司 他们在做网路订餐 嗯 在六张里那边 然后他们就是那种办公室 非常透明 就用透明玻璃这样 然后他们上面就挂了很多 就是 就是挂布条 然后就会写什么 A咖纸跟A咖工作 哈哈哈哈 超屌 然后 然后墙 然后墙壁上就会是 墙壁就会是很多那种 狼的那个 土 就是 好熟吗 对不对不对 我现在我现在讲的有点俗气 但他其实整个设计是漂亮的 有美感的 可是他就强调那种狼性那种 他就像那种大陆那企业那种 对 然后就是他们只要进攻到某个市场 就会把那个国家的国企 挂在那个办公室的墙上 然后他什么996 对吗 好可怕哦 对就是这种非常强调 就是个人主义 所以他们公司现在还好吗 还不错吧 还不错 对 我比较好奇他现在的装潢是怎样 好想看 想出去常观 你看我去的时候觉得蛮美的 是有质感的 就是那种很强调精英主义的 了解了解 就是个人利益 就狼性要够的 不能当小绵羊 对 但我们刚才也提到的公司啊 什么Google啊 Apple啊 如果就是你是真的在那边上班 或是你有朋友在那边上班 有听到完全不一样的故事的话 大家直接跟我们讲就 我刚刚讲的是美国的Google 我不知道台湾是不是也是这样 搞不好有人Google的地方就是 超爆严厉这样 所以大家可以写信分享一下 欢迎台湾的Google 邀请我们去就是参访一下 好远哦 他们自助餐是Hangandad 好想去哦 拜托啦 给我们证明一下Google不是这样吗 带我们去看一下啊 证明你比Netflix厉害啊 好清楚啊 干嘛迎战啦 你不邀我们就找Netflix啦 台湾哪有Netflix啦 我们要去美国啊 也不看看我们的粉 我们的粉数的订阅数量 280人还想要被邀请 妈人小知欺高啊 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 那大家如果有任何有趣的事 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如果大家Podcaster 想跟我们合作 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 我们最近也有点江财狼 江郎财禁 江财狼禁是什么 江郎财禁 我们这个Podcast 真的大家不能讲诚语耶 上带哥怎么跳到黄河洗不清 是黄河吗 对 对而且我们今天讲很多公司的矛盾 可是可能还有更多矛盾 是我们没提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认为的矛盾啊 或是一些很特殊的文化 我们是针对我们业务角度 看到的矛盾是什么 那各位不同产业 不同职位 一定有更多我们看不到的矛盾 都可以写信来跟我们讨论 那我们的email是 whereisthepo.gmail.com IG是whereisthepo 那可以在Apple Podcast Sound on Spotify First Story 上听到我们就这样咯 拜拜 拜拜 拜拜